由於癌症篩檢的推動 有越來越多乳癌患者 被診斷為早期乳癌 因此 傳統乳癌手術時 連同腋下淋巴全數清除 已非必要 現今乳癌手術前 核子醫學科醫師 會先在患者乳房皮下注射同位素 找出癌細胞可能擴散的 第一個淋巴結 也就是前哨淋巴結 我們打到病人身上的同位素 是一種很小很小顆粒的同位素 所以這個藥物打下去之後 很快會跑到所謂的淋巴結 然後被淋巴結攔截下來之後 就可以顯影出來 核子醫學科醫師 根據影像顯示的前哨淋巴結位置 在病人皮膚表面畫上參考標記後 接著由外科醫師以加碼偵測器 進行掃描確認並且切片 因為我們有打同位素的關係 所以這個探頭就會畫出嗶嗶的聲音 當嗶嗶的聲音最大的地方 通常它就是前哨淋巴結的所在 我們可以正確地把它找出來 然後在開刀中間 我們就送到病理科去做一個 冷凍切片的檢查 前哨淋巴結切片檢查若為陰性 代表癌細胞沒有擴散 病人只需進行腫瘤切除 不需要再做大範圍的淋巴清除手術 以減少對病人造成的傷害 大陸新聞王月芬郭家旭 台北新電報導 端正在記錄 端正在 proton Great 中文組んだ 今天